前高雄市議員陳志忠 六號晚上八點多 漫步走出高雄第二監獄 面對媒體關心 陳志忠不願多談 只簡短說謝謝 把三代行李搬上車 太太黃瑞靜親自開車 接陳志忠回家圍爐 離開前也沒多做回應 只是比比手勢 示意要離開 陳志忠因為洗錢衛證等罪 被判刑一年兩個月定驗 並且在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號 入監服刑 坐牢兩百七十二天 終於在農曆年前 申請假釋出於過關 可以回家過新年 對此矯正署表示 為了落實人道關懷 加速審核假釋 由檢查機關申請保護管束裁定 並合發釋放命令 讓受刑人返家享天倫 三令新聞張哲如代委呈陽欣怡 高雄探訪報導